大家好 我是煌靈 這次的影片是台版七月公主祭典池兌換優先順序介紹 先說一下角色評價標準 競技場進攻跟防守的標準 第一個是我自己常不常用 第二個是我群組常不常看到這個角色 這個評價有一點主觀成分在 進攻參考 競技場晚分最高2S 戰隊戰的評價比較客觀一點 評價標準是這個角色在日版2到5月戰隊戰中 四階段有幾隻王有上場機會 有上場機會的定義是 這隻Boss只要這個角色有在物理或魔法隊伍中 傷害最高的手動半自動或純自動傷害最高的隊伍中登場一次 就算是有上場機會 有上場機會的Boss 1到5隻是S評價 6到9隻是2S評價 10隻以上3S評價 推圖活動露娜塔地下城的評價 就是看這個角色出現在通關作業中的頻率 ES6通關作業登場次數是我挑了7種 日版ES6實裝後一個禮拜內 12隊以內通關的作業 用超過12隊的我就不管了 最後是滿等玩家跟新手推薦度 滿等玩家主要參考評價的是競技場跟戰隊戰的綜合評價 滿等玩家比較少會因為缺角色推圖活動打不過 所以推圖評價比重沒那麼高 新手推薦評價主要看推圖評價跟競技場的綜合評價 戰隊戰因為新手比較打不動 所以評價占比不高 說完評價標準之後 接著講一下如果不抽這個公主祭典池 下一次要等到什麼時候才能再抽呢? 台版下一次公主祭典池是9月底的公主靈復刻池 9月公主靈會出專武 毛衣尾會六星 這兩個公主祭角色到時候會翻身 再下一次出公主祭典池是11月初 機器人 克羅切池 也就是現在日版的卡池 好啦 該講的都講完了 接著來介紹角色 第一位是可愛的向導小妖精 艾梅絲 後衛補師兼輔助 會單體補血 群體持續恢復 幫全體開護盾 補TP加防禦加攻擊力是超級實用的小妖精 在所有場合都是人權角色 全方位 無死角 沒有場合不好用 推薦程度是很罕見的六顆星 沒有這位角色 公主連結只能說是地獄模式 反正就很強 而且是沒有爭議的使用角色 所以今天就不花時間講為什麼強了 反正換就對了 不要跟我5-4-3 然後有人可能會想問我 為什麼艾梅絲在七個ES6通關作業中可以登場13次呢? 因為我看的七個ES6作業有六種都是用借艾梅絲的打法 所以艾梅絲可以登場兩次 唯一沒有借的那個作業 沒有借角 用了12隊 所以沒有艾梅絲的話 ES6打起來難度會暴增 第二位 克莉斯提娜 又稱賴皮克總 限定角色 全會破防兼輸出 台版這個月沒有意外的話會六星 克總的特色是無敵後會有短暫的物理無敵 可以靠物理無敵去躲一些傷害或是控場 然後六星後 克總UB會增加破防效果以及變成兩段式傷害 UB傷害超痛 克總六星之後會成為戰隊戰最強破防兼輸出 比公主日和跟解放矛都強 而且差距不小 戰隊戰強度3S 單目標王 物理隊幾乎都有放克總 戰隊戰玩家必抽 競技場方面 克總可以拿去扁布丁跟部位 有一點用 不過因為競技場不能手動放UB 所以有時候還是會被部位打倒 不算很克制部位 競技場有用 但不算非有不可的角色 克總在一般推圖也很強 非常實用 總之滿等玩家跟新手都五星推薦 ES6部分則是要幫克總說一下話 由於日版ES6跟克總六星是同時實裝 所以想要第一天就通關ES6的話 想用六星克總只能用秘石生 但ES6又沒有難到不升克總六星就打不移的程度 所以克總登場率沒有到全勤 台版還不確定ES6會跟六星克總同時開還是會晚開一點 如果是20號左右才開ES6 到時候如果已經忍手一隻六星克總了 那正常人都會優先用六星克總 到時候克總就會在很多作業中登場 第三位 拉比林斯達 物理中衛輔助破房間輸出 台版馬上就要開放專武了 專武後的拉比林斯達重新成為物理隊老大 專武後的基因會幫全體加速200% 是目前最快的全體加速跟莫妮卡並列 然後又有很強的輔助跟破房能力還有一點輸出能力 有專武之後在戰隊戰中 絕大部分物理隊不管是單目標王還是中目標王都有放金 她的登場次數比克總還蠻多的 是物理隊絕對人權 毫無爭議的3S評價 在推圖也有不錯的表現 在競技場就沒什麼亂用了 在ES6登場次數是全勤的七次 對所有玩家都五星推薦 第四位 刺刺花 魔法後衛輔助破房間輸出 特色是UB可以提升全隊15點TP上升還有一些其他增益 以及UB會叫出一個刺刺花分身幫忙破房跟輸出 是很不錯的法隊角色 在戰隊戰還有不少上場機會 在推圖也有不錯的表現 不過在競技場就比較沒什麼用了 刺刺花目前的危機在於日版法隊現在在改朝換代 在改朝換代的隊伍中 似乎沒有刺刺花的位置 日版最近兩個月戰隊戰中 刺刺花只有一隻王有上場機會 沒有那麼重要了 目前推薦度 滿等玩家跟新手都五星推薦 第六位 雙擊 中衛魔法輔助兼單體輸出 雙擊的特色就是打人超痛 是個超級數字怪 隨便來一點增益 他就能UB打破200萬傷害 也很擅長欺負可憐的綠龍 順帶一提 下一次離地下城的石城Boss還是綠龍 雙擊本身還是需要一點暖擊時間的 所以競技場沒什麼用 在戰隊戰有大量上場機會 而且有一些Boss可以打出一些整個就很扯的傷害 直接刷分刷到爆 像是現在畫面上這隻王 就是台版這個月即將被爆打的武王 雙擊打翻車魚手動傷害約8800萬 無目鴨半自動也有6000萬以上的傷害 沒有雙擊都不知道要怎麼打翻車魚 下個月的武王啪啪枕頭羊用雙擊也是可以半自動打超過5000萬傷害 雙擊在推圖也是很不錯的角色 傷害很驚人 總之 所有玩家都五星推薦 第七位 公主黑貓 後衛魔法破防兼單體輸出 特色是1技會自回TP 雖然UB很容易被大傷盾制裁 不過公主黑貓可以靠著頻繁的UB次數去彌補傷害 公主黑貓後續在戰隊戰完整刀上場機會很少了 所以只有S評價 不過在短時間補長刀 還是神角 公主黑貓爆發力很強 很適合短時間戰鬥 在競技場跟推圖也有不錯的表現 尤其是快速秒殺活動Very Hard的Boss 滿等玩家跟新手都五星推薦 第八位 公主日和 前衛物理破防兼輸出 公主日和是個很慢熱的角色 只有在長時間戰鬥有亮眼表現 像是戰隊戰離地下城ES6 ES6這次不會消狀態 很適合公主日和去打 在短時間戰鬥像是推圖競技場就沒什麼用了 日和在後續戰戰還有一些網友上場機會 雖然上場機會沒有克總那麼多 但是還行啦 還是常常會用到戰戰評價2S 滿等玩家四星推薦 新手一星推薦 主要是新手比較少打長時間戰鬥 第九位 凡希 後衛魔法破防兼輸出 凡希特色是破防能力很強 1技 2技跟UB都會破防 加上會自回TP 所以可以很頻繁的放UB破防 只是輸出能力就很普通了 技能係數給太低 想要摸到大傷盾有點困難 競技場沒什麼用 後續戰隊戰還有少數上場機會 戰隊戰評價S EX6還行 有不少攻略有用到 凡等玩家三星推薦 新手二星推薦 第十位 公主可可蘿 終於破防 補師兼輔助 曾經是個戰隊戰人權 現在用到的次數已經少機又少了 主要是輔助能力有點跟不上時代了 後續戰隊戰剩下一兩隻王有上場機會而已 勉強還剩X評價 在EX6登場次數5次 還蠻多攻略有用到 競技場沒什麼用 總之 滿等玩家三星推薦 新手三星推薦 第十一位 激騎士 終於補師輔助兼單體輸出 特色是2技會以自身為中心 對範圍內角色賦予持續恢復血量跟TP的領域 這個持續恢復血量跟TP的效果還蠻不錯的 後續戰隊戰還有幾隻BOSS有上場機會 競技場沒什麼用 在EX6登場次數5次 滿等玩家三星推薦 新手也三星推薦 第十二位 美空 昨天有專門做一個影片講了 今天就直接說幾星推薦就不重複介紹了 滿等玩家二星推薦 新手一星推薦 第十三位 藍法 後衛魔法破防兼輔助 藍法的特色是UB是全體破防 然後他會叫出一隻會放UB的召喚物古龍 古龍的單體輸出還算痛 至少比本人痛多了 藍法最近強度有點跟不上時代了 在戰隊戰跟進一場都沒什麼上場機會了 看在EX6上場次數還有5次的情況下 勉強給個二星推薦 對滿等跟新手都二星推薦 然後是公主優衣 公主佩可 曉耀甜心 初音加堪 這四位後續上場機會已經很少很少了 全部都一星推薦 就不花時間介紹了 反正就有愛再換 影片最後聊一下公主玲跟毛依偉 這兩位在台版就是純倉管不推薦 EX6上場機會也是0 不過後續公主玲出專武 毛依偉出六星之後就會翻身了 先說毛依偉好了 毛依偉六星之後成為了很強的戰隊戰角色 目前登場兩個月有六隻王有上場機會 算是很多了 而且是單體王跟多目標王都有上場機會 相當貪心的角色 日版上個月三目標王物理隊傷害最高是 毛依偉對小英公主玲一點 毛依偉六星之後的強度對蠻凳玩家跟新手都會是五星推薦 毛依偉最大問題是她9月沒有出復刻池 雖然可以從公主玲池去用兌換的方式換出來 但是抽到的機率沒有up 高機率要保底才能換 下一個問題就是如果沒有毛依偉有三種抽法 第一個是美空池抽到換出來 第二個是公主玲復刻池換 第三個是等四個月後機器人克羅切池換 第三種比較不推薦 現在角色的保持期沒有那麼長 有四五個月就不錯了 在毛依偉最亮的兩個月不抽 後續還能有多少上場機會呢? 美空池跟公主玲池抽的話 主要是看玩家鑽石夠不夠 以及有沒有要抽公主玲復刻池 如果鑽石夠又不抽公主玲池的話 那抽美空池CP值會比較高 兩種池抽到毛依偉的機率都一樣低 而美空池有一番賞附產物 抽卡是可以拿到一堆好東西 就比較推薦美空池 而如果公主玲有缺要抽公主玲池的話 這次可以先兌換其他角色 到時候抽公主玲池再把毛依偉換出來 運氣不要太慘的話 200抽就可以把公主玲跟毛依偉一起帶回家 毛依偉的部分大概就這樣 接著是公主玲的部分 公主玲是中位範圍物理輸出 專武後TP上升變很高 一技也會自補TP 可以更頻繁的施放UB 就重新回到戰場了 不過公主玲比較尷尬的點是 第一個首先一個物理或是魔法範圍角色 不管有多猛 一個月大概最多只有一隻王有上場機會 第二點是公主玲競爭對手太多了 有咖啡貓六星矛依偉 還有日服最新公主技角色 機器人可蘿切 這四個都是戰戰物理範圍傷害角色 強度沒有誰明顯特別強 就半斤八兩的感覺 公主玲目前登場2個月 只有一隻王在傷害最高的隊伍中登場 而上個月的三目標 王鰻魚 傷害最高的是法隊 物理隊四個角色都輸掉了 然後在物理隊中 公主玲略輸毛一位一點 排第二 至於之後物理隊跟法隊誰會比較高呢?我不知道 然後下一隻多目標王 物理隊會是咖啡貓公主玲毛一位還是克羅切最高呢?我也不知道 反正那幾位角色感覺強度蠻接近的 誰是最高都不奇怪 順帶一提 這也是我原本說要直播抽克羅切 結果臨時含卡的原因 原本以為克羅切是競技場範圍角色 結果是戰隊戰放了角色 我日版鑽石有點不夠了 然後物理隊放了角色又那麼多 實在不太確定克羅切抽了能用到幾次 就想說先PASS抽泳裝去好了 總之目前專武後公主玲的強度我大概只會給到三顆星左右 上場機會有點少 影片最後講下抽公主祭典池的時候碎片要選誰? 克總 金 刺刺花 這三位專武都有TP上升 沒有滿專算是半殘廢 這三位沒有滿專根本沒辦法出門見人 這三位滿星滿專之前選誰都行 反正務必要滿星滿專 如果以上三位都滿星滿專了 哪剩下公主祭角色 誰還沒滿星的就按照推薦度去選 推薦度越高的越優先推薦選 OK 以上就是這次影片的全部內容啦 喜歡我的影片可以點喜歡 訂閱並分享 然後要開啟訂閱旁邊的小鈴鐺 才能第一時間收到本頻道的通知哦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